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论党的自我革命》等主题教育学习材料出版发行 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完成进驻 系列报道新时代新征程新伪业 针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来看广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山西加快产业转型 打造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大幅回升 升幅为二零二零年四季度以来最高 各地抢抓农石做好春耕春管工作 夯实全年粮食文产增产基础 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地区发动袭击 叙利亚防空部队拦截部分导弹 沙特代表团访问伊朗商讨重开使领馆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为配合在全党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联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组织部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分别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 论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 等三种学习材料 已正式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种学习材料收录摘编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报告 讲话 文章 指示 批示等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各级党组织 要组织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学 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把主题教育谋划好 组织好 落实好 论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 文章强调 我们要深刻认识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牢牢把握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践新功的总要求 仅仅锚定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重点措施 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的领导 确保圆满完成 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根据党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统一部署 本月初 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 十五个巡视组 陆续进驻 被巡视单位开展工作 截至四月八号 进驻工作全部完成 此次巡视 穿插安排 常规巡视 回头看和激动巡视 巡视对象 包括三十家中管企业 五家金融单位 和国家体育总职 按照巡视工作要求 各中央巡视组 首先向被巡视单位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 在进驻动员会上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 对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强调 巡视监督 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 中央巡视组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 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部署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 坚守政治巡视定位 旗帜鲜明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 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 作为重中之重 更加强化震慑作用 更加突出标本监制 紧盯权力和责任 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紧盯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充分发挥政治巡视利件作用 督促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 记者在进驻现场了解到 中央巡视组对中管企业党组 开展常规巡视 将聚焦党组坚持党对国有企业全面领导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情况 深入发现履职担当中的政治偏差 逐利查找影响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 对金融单位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将重点了解落实上一轮巡视整改要求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检查党委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部门 加强整改监督等情况 督促金融单位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党中央 关于金融改革的部署要求结合起来 推动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展机动巡视 将聚焦旅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 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深入查找推动解决体育领域腐败问题 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利保障 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 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 要以接受巡视监督为契机 深入查找和解决全面从严治党 履行职能责任等方面存在的偏差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据了解巡视期间 各中央巡视组还设立专门 指办电话和邮政信箱 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视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 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 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 来电来访 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问题反映 其中常规巡视和回头看工作时间 为两个半月左右 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3年6月20号 机动巡视工作时间 为一个半月左右 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3年5月31号 地处开放前沿的广东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法国的托马崔昂福 这几天穿梭在广东的工厂 和创新中心之间 他所在的公司刚刚决定 加大在广东的投资 将更多研究平台和基地 搬到这里 一个公司的发展 如果没有一个适宜的营商环境 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 我们的发展跟这里分不开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先行地实验区 广东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一次办 一地办 一网通办 广州 深圳 珠海等地 还依托自贸区建设 不断放宽投资准入 提升广东参与 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通过进一步的改善 我们的营商环境 改进政府服务 使企业在这里真正感觉到 有求必应 以良好的营商环境 打造我们的重要的 早上引致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在广东 超过九成税收业务 可以在网上办理 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 压缩至五个工作日内 审批做减法 服务做家法 广东对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 及时帮企业排油解难 政府和企业之间 拥有常态化沟通渠道 政府直接到企业现场 服务和解决问题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绿色通道 快速解决了企业的困难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截至目前 广东有各类市场主体 超过1630万户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 超30万户 仅今年一季度 深圳新当季外资企业 972户 同比上升11.21% 德国投资界 需要在这里 继续投资与合作 这里的产业链很发达 一直有汽车 机械制造业 和许多其他行业 因此 我相信未来 这里的产业 也将继续强劲发展 眼下在广东各地 巴斯夫 埃克森美孚 中海峭牌 湛江宝钢 中科链化 一个个百亿级的重大项目 接连落地 广东正在以体制机制创新的优势 向全球招商 2022年 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 8.31万亿元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9.8% 规模连续 37年 全国第一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 山西完成国家能源保工任务的同时 以振兴制造业建设特色专业镇为抓手 加快产业转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刚刚过去的一季度 山西全省煤炭产量达3.35亿吨 创单季度生产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 山西通过矿井智能化数字化改造 进一步提升煤炭生产效率 历生全年产量达到13.65亿吨的目标 推动煤炭均衡生产 稳定基础 加快接散煤炭 投产的效 实发产能 我们解决观察路是 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这一事有要制造 作为矿产资源大省 山西一方面确保国家能源保工 一方面加快产业转型 就在上个月 山西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 把制造业振兴作为转型主攻方向 明确特纲材料 高端装配制造 轻能 第三代半导体等十大重点产业链 打造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围绕十大产业链 目前山西已临选重点工程项目120多个 到今年年底 产业链企业数量有望突破500家 整体营收达到4600亿元 我们从重点工程入手 全周期发力 全要素保障 全流程提速 全方位推动 提升项目建设职效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另外 山西还依托传统县域经济 积极培育打造专业镇 让特色产业更有优势 前不久 山西首批十个省级重点特色专业镇 分别获得1亿元资金支持 如今 朔州怀仁的日用陶瓷制品 实现了从加工制造 到文化创意全链条生产 新州定乡的43家法兰生产企业 完成数字化改造 加工精度提高一倍 尽中期限的玻璃器皿制造 用上了5G加工业互联网 生产数据实现实时可见智能分析 坚持把产业链专业镇 作为推动制造业振兴的重要引擎 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加快引进落地一批重大转型项目 完善专业镇的提次培育体系 强化政策资金基地 切实推动山西制造业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开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新局面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天发布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3 比去年四季度大幅上升1.3点 升幅为2020年四季度以来最高 一季度末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的 八个分行业指数全面回升 其中住宿餐饮业 交通运输业 信息传输软件业指数升幅最大 八个分项指数也全面回升 其中宏观经济感受指数 综合经营指数和效益指数 上升最为明显 一季度企业的生产经营 经济效益 市场状况都有改善 特别重要的是 企业信心指数大幅上升 这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随着今年以来经济循环加快畅通 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一季度八个行业的国内订单指数 和销售量指数均出现回升 中小企业的市场预期提振 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意愿同步提升 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 环本复息政策再次延长实施到今年6月底 以及降准等措施 也促进了企业资金紧张状况的缓解 调查数据还显示 一季度中小企业开工率大幅回升 复工打产率稳步提升 一季度末 开工率在75%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比56% 比去年底上升超过25个百分点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35.5亿元 同比增长6.6%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一季度 国铁集团高标准推进 在建项目建设 贵阳至南宁高铁 福州至厦门张州高铁 广州至汕头高铁 完成正线铺轨 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高铁 济南至郑州高铁山东段等一批 重点在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实现突破 同时加快推进张州至汕头高铁 黄筒至百色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前期工作 未来 国铁集团将加大出江入藏 沿江沿海沿边 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家战略通道项目实施力度 不断增强铁路网的通达性和覆盖面 积极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眼下各地积极抢装农食 加大力度做好春耕春管工作 夯实全年粮食文产增产基础 随着气温转暖 黑龙江春耕生产由南向北陆续展开 在隋化市隋陵县 今年春耕机械化率超过98% 新引进的智慧农机 进一步提高整地质量 确保出苗率 为粮食文产打下基础 在青海 大部分地区青科和小麦种植已经开始 今年各地通过选育耐寒抗病的新品种 进一步稳定粮食产量 眼下是小麦田间管理和产量形成关键期 截至目前 山东已完成春波面积553万亩 占春波总计划的18% 在河北邢台 当地推广无人机喷湿 高效节水灌溉等技术 助力农户做好小麦春季管理 现在南方早道育秧插秧工作正在进行 在湖南永州 工厂化育秧可将秧苗发芽率 呈秧率提高10%以上 江西南昌今年投入2.6万台套农机具 大力普及集中浴秧和机械插秧 机械化插秧不仅省时省工 而且秧苗的捐济和深度都是统一的 不伤苗不伤根 而且立苗快便以我们后期管理 每某可以增产150到200斤 广东投入使用291处大中型灌区 保障全省农田春灌用水 广西下达专项资金 加大对先进高端农机 丘陵山区小型试用农机等设备补贴力度 贵州组织2万多名农机人员 为春耕生产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 各地不断推出新项目 新产品 新业态 开拓文旅发展新路径 促进文旅消费复苏升级 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市场不断升温 文化游受到人们青睐 在甘肃 依托敦煌文化资源推出的 严学旅游体验项目 让传统旅游淡季变得火热起来 在河南安阳殷墟已止 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 去看了咱们地下博物馆 还有车马坑 整个参观下来 感觉咱们中国的五千年文化 体育非常的深厚 远远流长 在山东区复 独具特色的文化探寻之旅 提振了文化和旅游消费 在孔庙 孔子博物馆 游客在参观的同时 还可以学习书法 茶艺 儒学经典等传统文化 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文化 也能了解一下孔子 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历史典故 这样印象也是比较深刻一些 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将其推出春季旅游优惠促销政策 预计发放各类消费券八千万元 组织开展三百多项文旅系列活动 南昌精心打造文旅线路 将滕王阁 万寿宫 历史文化街区等景点串联起来 内蒙古抓住文旅消费升级新趋势 与广州 深圳 上海等五十多个城市 合作推出百万人护游计划 这个春天重庆三峡库区旅游回暖 人们沿长江三峡游览 带动沿线区线文旅消费恢复 浙江乌镇迎来踏青春游热潮 当地推出花船巡游 赶春集 看戏剧等项目 让游客了解水乡文化 我们推出了这么多的活动 也是为了让来到乌镇的每一位游客 都可以在春花浪漫的季节里 感受到我们乌镇的人文风情 发挥优势资源创新消费场景 江苏启动乡村旅游节 发布游乡村促消费百项乡村旅游业态 创新示范产品和项目 为广大游客提供更丰富的出游选择 安徽黄山在春茶采摘季 推出以采茶制茶为主题的 农文旅融合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 湖北武汉依托冰水之城 构建消费新格局 逛江滩文创集市 夜游东湖等 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游览体验 河北廊坊打造沉浸式光影商街 市民们在这儿可以赏夜景 品美食 全方位推动夜间消费 晚上来这儿可以赏一赏夜景 品尝一些特色的美食 听听音乐 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舒服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4月10号至15号在海南海口举行 目前展会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本届消费会展览总面积12万平方米 比上届增加20% 65个国家和地区带来4000多件消费精品 大到汽车 小到香化 服装等新品正陆续的被摆放上展台 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优化点缀和现场的设备调试 本届消费会的8个展馆的布展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 为便捷高效服务中外展商和采购商 海口美兰机场设置了11个消费会专属直击柜台和4条专属安检通道 今年进一步优化了途径会展中心及周边的18条公交线路 配置了360多辆公交车 统筹 调度 出租车 网约车和乘域列车等各种运力 全力保障公众出行需求 目前1372名海口青年志愿者已就位 场馆内设置7个金融服务专区 可以现场提供跨境金融 数字货币等全场景消费金融服务 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绿色电力交易 实现肖博会场馆 100%使用绿色电力 浙江渠州实施服务专班制度 为项目建设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段时间浙江渠州的锂电新材料国际产业园项目 正加速推进 从招商到落地 当地成立工作专班 协调几十个部门 帮助项目解决难题 我们锂电这个项目 涉及到的生产要素 和相关配道特别多 需要我们省四个部门的一个协同 需要一项一项对接 最近两年 五家超百亿元的 锂电新材料项目落户渠州 关键部件产业链集群也已形成 锂电新材料产业产值 今年将首次突破400亿元 为此 服务专班为产业链提供了全流程服务 我们就是要打通服务链 把企业所需要的整批工程配套 所涉及到的人和事统筹融合在一起 保证我们企业在建设过程中 顺利的推进和投产 目前 渠州已经布局了新材料 新能源 智能装备等六大产业 从项目招商 落地 建设到投产 全部实施服务专班制度 今年一季度 服务专班已协调解决了 200多个项目建设难题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零财链深度融合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容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一季度 经恒勤口岸出入境旅客 超340万人次 同比增长74.8% 今年以来 经恒勤口岸出入境的旅客 增长明显 目前 恒勤口岸日均客流 稳定在4万人次以上 中国石油发布消息 位于四川内疆的自201景 测试货稳定日产器量 73.88万立方米 初步估算 壳采储量超过1.7亿立方米 这是我国首次在距今5.4亿年的 韩武系页岩地层中 钻货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高产工业气流 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打造的5剧《永春》 日前启动全国巡演 剧目突破性地将《永春泉》和《香云沙》 两个国家级飞翼项目融入舞蹈 用双故事线展现拼搏精神和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晚大型文化节目《点击里的中国》 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二季收官之作《贝极千金药方》 展现隋唐时期医学家被后世人尊称为药王的孙思淼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 俄军在库皮扬斯克 洪利曼等方向打击乌军人员 武器装备和弹药裤 拦截多枚火箭弹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等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并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进行了打击 8号 数千德国民众在柏林举行游行活动 反对德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暴二主战坦克等武器 呼吁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德国政府推动和弹 停止输送武器 实现欧洲全面的和平 如果不和弹 冲突会继续升级 我们的各项生活成本也会继续上涨 我们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美国通过这场冲突削弱俄罗斯 这种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美国不想失去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 但我相信历史会证明 大家共同努力可以改变现状 8号 阿曼沙特的代表团分别抵达野门首都萨纳 与胡塞武装就野门局势展开新一轮和谈 萨纳国际机场人员证实 作为调解方的阿曼代表团 同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阿卜杜萨拉姆同机抵达 沙特代表团与13名获释的胡塞武装人员同机抵达 胡塞武装当天确认接收了13名沙特方面释放的在押人员 表示这是针对此前胡塞武装释放沙特在押人员的回应 胡塞武装方面称此轮和谈的目标之一是促使冲突各方延长停火协定 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野门首都萨纳 2015年3月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2022年4月冲突各方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斡旋下达成人道主义停火协定 经过两次延期后停火协定于2022年10月到期 冲突各方今年3月还在瑞士达成一致 同意于4月释放共887名载压人员 叙利亚军方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地区发动袭击 蓄防空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 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 今天首都大马士革周边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军方今天称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目标 此举是为了报复8号多枚火箭弹 从蓄南部射向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对其实施控制和管辖 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叙利亚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宣称 对8号晚的火箭弹事件负责 称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为 巴以紧张局势近来持续扩大 5号以色列警方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搜查 与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 5号至7号数十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境内射向以色列 以军方作为回应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 8号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一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以军打死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8号证实 沙特一个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与伊方商讨重开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和驻伊朗第二大城市 马什哈德的领事馆的相关事宜 伊朗官员强调将为沙特在伊工作提供一切必要便利 沙特与伊朗2016年断交 本月6号沙伊双方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 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 根据英国医师协会发布的消息 因对薪资不满 英国英格兰地区的初级医生计划从11号起 举行为期4天的罢工 英国媒体8号报道称 此次罢工将导致约25万次看诊预约和手术被推迟 使重症患者面临风险 当地时间8号晚上 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市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三人中枪并受伤 另有五人因其他原因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击案发生在该州最大购物中心的一个美食广场内 周末人流较为密集 警方对购物中心内的人员进行了疏散 目前枪击案嫌疑人仍在逃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